第五百四十集 面对崔家四将如此羞辱的话语 叶辰狠狠地骂了一声 他呼出几口气 强行稳住身体中的伤势 这四人竟然想折磨自己 真以为折磨他有这么容易 既然你们想要看我底牌 我便让你们看个够 叶辰手腕一抖 挤出一根银针 看到银针出现 崔家四将表情倒是有些古怪 这小子疯了不成 他手中的剑都撼动不了他们 一根破银针却以为有资格 简直可笑 就在他们冷笑之时 叶辰运转九天悬崖绝 周身真气全部凝聚在银针之上 他能感觉到那绝云剑中的毒 正在慢慢渗透到血液中 他反抗不了多久 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一击之下 就让这些人击退 突然他心中有了一道疯狂的想法 林青玄的银针不足以对付这四人 如果再加上神雷和不灭之火呢 绝对有资格 但是这样 他承受的力量将会极其恐怖 顾不上一切 也趁眉心的火焰直接凝聚在银针之上 同时无尽神雷也汇聚在银针之上 周围的虚空隐隐传来滋滋的声音 仿佛要崩溃一般 崔家四将自然第一时间发现了不对劲 他们再看向夜晨脸色大变 这小子手里的银针有大问题 快快拦下 绝不能让他激发 崔家四将一步跨出 携带着狂风暴雨之势席卷而去 周身更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宛如天神 而此刻的夜晨更为恐怖 苍穹之上无数雷电落下 紫色红色的雷电盘绕全身 夜晨眼眸都充斥着雷电 眨眼之间 崔家四将已经距离夜晨只不过十米 下一秒便是能拧断夜晨的头颅 甚至他们周身形成了四道风暴 任何靠近风暴之人必死无疑 崔家四将仿佛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挡在夜晨身前 让人呼吸都是奢求 突然夜晨眼眸睁大 更是怒吼一声 清玄银针 斩神魔 一声令下天地暗淡日月无光 无数灵气向着银针汇聚而去 银针骤然扩大 蕴含着磅礴的能量极其霸道 龙银之音震而欲龙 银针百丈 不灭之火轰然爆发 神雷之力连接天地 仿佛化为一头巨兽 向着崔家四将吞噬而去 不光如此 银针又如天神降临凡尘 携带千军万马 朝着那座不可逾越的巨山 轰杀而去 这一刻 时空仿佛崩塌 时间仿佛凝固 这一刻 夜晨的单天灵气全部消失 就连身体也差点崩裂 这一击算得上他最强一击 好在他修炼体之道 肉身比一般强者强大数倍 璀璨的光芒狂暴的剑气 在那滚滚气浪当中 让世界彻底安静了下来 一切仿佛炸裂开来 一阵阵轰鸣声传来 天地震荡 整个地面剧烈颤抖 地面如蜘蛛网一般 四分五裂 崔家四将在那惊恐的目光之中 彻底轰然飞了出去 其中最前面的两人 更是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身躯尽是鲜血 不可能再有作战的能力 而另外剩下的两人 也是不好受 固然没有那么狼狈 但他们的两人的右手 纷纷炸裂开来 重伤两人断人两臂 这便是代价 一区区入圣境 能镇压崔家四将 整个昆仑须恐怕仅此一人 但是野臣也不好受啊 他再也没有力气支撑 斩龙问天剑插在地上 剧烈的喘息 他感觉筋疲力尽 再也没有一战的能力 已是极限 不多时 崔元带着受伤的崔锐成 缓缓落下 当看到眼前的画面 崔元表情极其的惊悚 崔家四将居然败了 而且还是如此彻底败了 怎么可能 这可是倒元净强者呀 那小畜生受了伤 身体应该受限才对 怎么可能爆发出这种力量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有大能降临 那断臂的两人自然发觉 叶晨的状态摇摇头颤抖着声音道 老爷 这一切就是那小子造成的 不可能 崔元否定道 老爷 这小子有一根银针 极其恐怖 说到这里 他们背后也是振振阴凉 这是被恐惧支配的感觉 崔元本能察觉到 叶晨身上的不对劲 再看向叶晨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冷笑一声 看来这小子是动用了秘书 就算动用秘书又如何 伤了自己 反而为我崔家做嫁衣 哈哈哈哈 他一步一步向着叶晨而去 信心满满执掌一切 眼看就要靠近叶晨 他刚想五指一握 将那小子吸过来 却发现叶晨的身前居然 站着一只猫咪样的动物 还是义童 这义童看着他 竟然让他有着一种 被强者盯着的感觉 他摇摇头觉得可笑 一巴掌甩了出去 小畜生滚一边去 别坏了老子的好事 但是很快 他的笑容僵硬了 因为他居然看见 那只毛茸茸的畜生 竟然伸出一只手掌 也是向着他拍来 这是什么鬼 惊讶还没有停止 他本以为这畜生 会化为一道血雾 却没有 反而他发现 自己涌出的力量 竟然全部消失了 怎么可能 他后退了几步 全身发凉 不过他也是经历过 大风大浪的人 很快缓过神来 抽出一柄剑 直接斩去 我管你是什么玩意儿 敢挡我身前 我便要你的命 剑意狂暴 斩破空气 就在要落在 那小黄身上之时 小黄闭上眼眸 而后眼眸突然睁开 红色瞳孔 绽放出耀眼的 红色光芒 古老的符文 在里面旋转 同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 居然从九天之上落下 滚 简简单单一个字 完全把崔元吓傻了 这他妈是猫 居然说话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发现 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穿透而来 他一口鲜血喷出 在极其惊骇之下 他的身子 毫无征兆地飞了出去 崔元想要稳住身形 但是在这力量之下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就好像 这力量之下 他是最渺小的存在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猫咪 妖兽 崔元彻底凌乱了 他的身躯足足 倒飞数十米 才停下来 更是砸在地上 捡起了百丈尘土 很是难受 崔元勉强爬了起来 目光刚想看向的夜沉 和猫咪之处 却发现 那猫咪的身躯 昆仪竟然渐渐变大了 崔元也算是见过世面的 昆仑虚 无数的灵兽和妖兽 都曾沦为他的坐骑 他甚至每年都要和丹须镇 几大家族一起去外面猎杀妖兽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 昆仑虚的畜生 但是此刻 他的大脑却是一片空白 他根本猜不透 那守着夜沉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呀 关键 那家伙竟然还说话了 让他滚呢 恐惧来源于未知 他现在唯一的猜测 便是这妖兽莫非 来自上古 通灵之兽 上古凶兽 但是就算真是如此 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另外两个断臂的崔家老者 快步走了过来 开口道 老爷 你有没有事 需不需要带你离开呀 崔元摆了摆手 目光灼灼的盯着夜沉和小黄 双眸间恐惧消失 贪婪占据 不管如何 那妖兽竟然有资格对抗自己 便证明了他的价值 如果他崔家得到了这妖兽 说不定整个昆仑虚 都能由他职场 想到这儿 他立即吞服下一颗丹药 身上的伤势又恢复了几分 艰难的站了起来 对身边的崔家四将吩咐他 猎兽王可在你们身上 崔家四将点点头 手中祭出一张大王 猎兽王上有着阵法的气息 甚至还有一丝丝血字沾染 崔家每年去猎兽 都是借助此物 拿下高级妖兽 亦活着凶兽 今日也不会例外 随后 崔元冷冷一笑 取出一把弓箭 弓箭由玉石打造 周身煞气环绕 上面没有实质的弓弦 却有着一道红色的气焰 连接两点 此弓正是刚才准备 射杀夜沉的绝云弓箭 那两人看到崔元拿出此物 瞬间明白过来 老爷 你是打算用这绝云弓 猎杀那畜生 然后我们用猎兽王拿下 崔元摇摇头道 猎杀那畜生 这只会对我崔家产生损失 我要拿下那畜生 你们两人去靠近他 当我射出箭的时候 便立马用猎兽王困住 我要活的 快去 听到崔元的交代 那两人表情不对了 刚才那畜生爆发的力量 他们是亲眼所见的 就连老爷都抵抗不了 居然还让他们靠近 这不等于找死吗 老爷 我们都受了伤 要不等崔家剩下的强者来了再说 其中一人艰难的说道 崔元一巴掌扇了出去 废话神嘛 现在那畜生的状态 好像很不稳定 正是最好机会 持则生变 那两人还能说什么 崔家所有强者 都服下了一种特殊丹药 一旦违逆老爷的意思 必死无疑 两人各抓住猎兽王的一边 向着小黄和叶辰而去 崔元眼眸炽热 灵气席卷 一支绝云剑放在弓上 并且拉开那红色气态弓弦 他丹田的所有灵气 全都被吸收 甚至脸上还出现了一抹 苍白之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